发现和分享手工的喜悦 这里是恭喜手工实验室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 初件配饰系列 满天心B款的勾编制作教程 线材采用日本进口40号几细蕾丝 搭配24K包金材质配件 及高品质反珍珠 提升整体精致度 全套材料包可完成一对耳饰 及一条手链 耳饰可选耳钉款或耳线款 成品温柔而清新 可轻松搭配不同的着装风格 所有花朵的编织方法都是一样的 完成足够数量的花朵之后 进行配件的安装即可 接下来进行具体的演示 首先进行起针 花朵采用环形起针法 将线在左手食指上绕两圈 右手将线圈取下 接着将线在左手小指上绕一圈 从食指和中指间穿过 将线圈转移到左手的大拇指和中指上 右手拿起勾针 勾针穿过起针的线圈 绕线 拉出 勾针再次绕线 拉出 勾一个锁针固定 这样起针就完成了 接着勾一个锁针 勾针绕线 拉出 这就是锁针 再勾两个锁针 我们一共完成了三个锁针 接着找到勾针完回数的第二根锁针 勾针调起这个锁针的左侧的一根辫子 绕线 拉出来 这时候勾针上有两个线圈 勾针再次绕线 直接拉出 这就是一个短针 接着找到下一个锁针的一根辫子 也就是刚才我们第一个锁针的左侧的这根辫子 绕线拉出 再次绕线拉出 完成第二个短针 接着将勾针穿过起针的线圈 绕线 直接从所有线圈拉出来 这是一个引拔针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第一个小花瓣的勾针 接着勾三个锁针 开始第二个小花瓣 接下来的勾针方法 跟第一个是一样的 先调起勾针完回数第二个锁针的一根辫子 勾短针 接着在第一个锁针的一根辫子上 勾第二个短针 在起针的线圈中 引拔结束第二个小花瓣 接下来按照同样的方法 完成剩余的三个小花瓣 也就是总共完成五个花瓣 这里已经完成了最后一个引拔针 看一下一共是五个花瓣 一留一段线头 断线 接下来我们要收一下起针的线圈 先轻轻拉动线头 一共有两个线圈 或有一个线圈先活动 先拉紧活动的这个线圈 接着再拉紧线头 这样线圈就收好了 这样一个五朵花瓣的小花就完成了 这是花朵的正面 这是背面 接下来我们要将最后的线头往背面收一下 将勾针从后往前穿过花朵的中心点 勾住最后结束的这个线头向后拉出 稍微拉紧 接着我们要在花朵背面的纹理中将两个线头都收几针 避免松脱 注意看 每一个花瓣的背面都会有这样两根辫子 直接将线头这样一针一针的收几针 注意是收在花瓣的底端 两根线头都要收到 多收几针之后 我们要将线头 再用勾针勾到花朵的正面 这样子之后剪掉的线头 不会在背面看出来 用剪刀将多余的线头修剪掉 可以留两三毫米左右 接下来取出一个源头针 从花朵正面的中心往后穿过 接着我们用尖嘴针下方 剪针的部分可以剪断提增 在提增一公分左右的位置将它剪断 接着用圆嘴针来制作花朵的挂环 从剪断的部分开始 慢慢地将它弯曲成一个圆环 注意圆嘴针越往下的位置 弯出来的圆环越大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预留的提增的长度 来调整圆环的大小 做好挂环之后 可以用针子在底部往另一侧 夹一下 按照同样的方法 将所有的花朵和挂环都制作好 接下来我们进行耳环部分的配件安装 耳环有一颗珍珠 我们先将源头针穿在珍珠上 接着将源头针折出90度的角 同样预留一公分左右 剪断 和花朵挂环的制作方法一样 用圆嘴针 慢慢地做出一个圆环的形状 一开始做不好也没关系 都是可以多调整几次的 圆环底部的位置 可以用尖嘴针往回拧一下 这样比较美观 接下来我们要将花朵 珍珠和耳环固定在一起 取下耳环的耳朵 先按照配色将五朵小花都穿在耳环上 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少放几朵 接着穿入一个珍珠 将剩下的五朵小花也穿上去 注意均匀地分布颜色 或者按喜好来分布 日常配戴时也可以根据搭配来调整花朵的数量 这样耳环就制作好了 接下来进行耳线的配件安装 打开一个4毫米的开口圈 将耳线穿在开口圈上 先穿五个小花朵在这个开口圈上 一次放太多花朵的话 开口圈之后会很难合上 穿好五个花朵之后 先将开口圈完整地合上 剩余的花朵我们来看一下 用尖嘴前将花朵的挂环向前或向后打开 注意是向前向后不可以向侧面打开 接着穿在之前的这个4毫米的开口圈上 在盒上花朵的挂环 剩余的4朵也按照同样的方法 耐心地安装上去 这样耳线的部分全部安装好之后 我们取出珍珠的耳朵 这样就完成耳线的制作 最后我们来讲解手链部分 手链部分的花朵可以有两种固定方法 一种是直接穿在链条上 另一种我们也可以直接将它挂在链条的某一个圈上 先取出材料包中的链条 先不用剪掉多余的长度 取出一个4毫米的开口圈 用开口圈辅助工具打开 将开口圈固定在手链的一端 接着取出手链扣 穿上去之后合上开口圈 手链扣是可以直接这样打开的 接着我们用另一头还没有安装开口圈的这一端 将花朵直接穿上去 或者像这样 同样将它打开之后 挂在某个位置的链条孔上 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安排 手链同样搭配了一个珍珠 这里我同样将珍珠放在10朵花朵的中心点 也就是穿了五个花朵之后 放上珍珠 再穿上余下的花朵 全部完成后 在自己的手上试一下链条的长度 剪掉多余的部分之后 将另一个4毫米的开口圈 钻在链条的这一端上 固定好手链扣的另一端 合上开口圈 这样 手链部分也制作完成了 手链扣这样随意的任意方向摁进去就好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这一款满天心B款的勾编制作学习 恭喜手工实验室 感谢您的观看